第661章新篇新盛新路 金河流动 蒙蒙金灰洒落 超凡大宇宙浩瀚无疆 就在眼前 如今他们正是踏足了 路眼最吸引人的不是那黑暗天心的残余碎片 也不是机械人手中握着的阴阳二气流转的玉道吉毛笔 更不是那艘超级母舰 真正让王宣和几件至宝动容的是 这天地的规则 以及那无处不在的神话因子 便是在这宇宙深处 人机不可见之地 依旧那么的浓郁 日月心灰如烟 缓缓蒸腾 整片大宇宙都不再幽冷 那些超物质太浓郁了 便挤整片星空 大人 这是怎么了 那个机械人开口 他手中的毛笔更是杀气激荡 笔尖生辉 勾动无尽伟力 机械人瞬间明白了 自身与毛笔相合 如同在河道 在超凡宇宙中自然可以尽情地施展神通 宇宙为燕 星河为墨 机械人又闭一盏 手中的笔占星河墨之 勾动星斗之力 漫天星辉汇聚而来 神话物质如海如山 全被他调动了起来 他以阴阳二气沿没 此时毛笔通神 通天通大道 机械人持笔一挥 就是一挂星河 就要断人生死 很有些门道 笔断阴阳 勾勒出一扇死门 直接要将几件至宝都打进去 这是什么年代 机械人都附庸风雅 持笔练字了 虽然有模有样 颇具威力 但是你应该笔走诗书 颇墨作画 而不是五刀弄剑 遇到其开口 他直接硬扛 未望出心 保持一贯秉性 看到的每件至宝都要掂量一下 履行自己的人生信条 一杆大旗横空 齐面招展 瞬间覆盖这片星空 空的一声 将那扇死轮轰碎 冲着机械人斩去 机械人手持毛笔 在那里书写规则文理 瞬间 宇宙星空都被他调动 莫之为光灿灿的星河 猛力被他甩了过来 走 黑暗天心开口 现在不是战斗的时候 即便是他以全胜姿态 回归这片宇宙 也需要低调 甚至折服 更遑论是现在 沙 王轩驾驭 正途俯冲 稍微适应了一些 这里和身后的母宇宙 有些不同 交谣州 生命池也在发光 全都成为庞然大物 在这片星海中暴涨 追杀黑暗天心 碾压像毛笔 但是 他们有种直觉 这次追击 落空了 果然 前方的星空 一片朦胧 机械人挥动毛笔时 急速倒退 和飞船 还有黑暗天心的碎片 如线沼泽地中 没入里面 竟失去身影 别追 王轩喊道 事实上 不用他提醒 三剑至宝 历经各个神话 时代大劫 战斗经验都无比丰富 全都止步了 朱的一生 毛笔站着星河 竟然在线 向前戳来 浓重而带着光亮的墨汁 落下 静悟及必反 点在星空中 化作黑洞 要吞没他们 这自然不能建功 黑洞死寂 奈何不了至宝 这次阴阳比真正消失了 只是为了短暂阻挡他们 这就跨界成功了 六大巨头进入超凡大宇宙 机械小熊欣喜 远方 巨大的血气波动腾起 宛若一片星云在起伏 横过宇宙 遮蔽日月星辰 景象相当的骇人 那是一个 生物吗 生命池动容 另一个坐标方位 有一个浑身林甲的怪物笼罩 无尽心灰 在极其遥远之地睁开眼睛 手持一张大弓 和他融合归一 散发着射人的围禁及力量 遥失这里 很明显 他们相距极其遥远 但是 依旧能映现出来 关注到此地的动静 实在是有些惊人 幽暗星空中 一艘恐怖的机械龙龟出现 流动神话因子 背负妖刀 流淌混沌物质 无声无息的漂浮 庞大到让人心颤 沿途上的星球和他相比 都显得渺小 相当的异常 他们才跨界 仅这片星空就有数 尊生灵和违禁物品合一 锁定此地 危险在接近 我们这事被盯上了 成为黑暗贴心脱身的靶子了 王轩皱眉 黑暗贴心来头太大了 昔日未战败前 在违禁物品中排名第三 和他有关的一切都非同小可 有人算定他回归了 还是说 他们几人追杀黑暗贴心 导致他的归途迷雾被吹散 让人觉察到了什么 黑暗贴心 上了必杀榜 原本该被融化掉的旧时代的古印 居然还活着 当年的工作不到位 更远处 一个青年屹立在一座现代都市上空 穿着休闲服 留着一头黑色短发 双目炯炯有神 其意识波动静传到星空深处 深空中 一颗生机浓郁的星球上 仙山成片 道统众多 一位穿着复古的男子 站在道观中 结满人参果的大树前 皱起眉头 他持违禁物品腾空而起 也眺望跨界通道这边 起源于黑天宇宙的那没旧时代的印章还未被销毁 他黑发披散 道鼓天成 虽有出世气息 但身上的违禁物品在释放射人的契机 他的意识波动 也清晰地冲击到跨界通道前 不只是王轩 连遇到其和生命池等也被惊到 这还没站稳跟脚呢 这片大宇宙的区步区域中 就有数古至高窝洞传制 他们凛然 这是和黑暗天心有了关系 要被牵连吗 就在这时 一个女子的声音传来 宏大而庄严 道此地为新圣新路 而等是从灵机消退的宇宙飞升迁徙过来的人和违禁物品 在他开口的同时 这些强大的违禁及力量 都在急速接近 敢向这里 遇到其很强 很刚 但是现在也有些不安 他们有可能被围猎 不管是否又敌意 他们都不愿意被一些未知的生命 与违禁物品围堵在这里 我们回去 王轩开口 他可不想刚跨界就和人血拼 原本还想悄然探索一番呢 现在看来机会不佳 退回去的话 有可能再也开启不了这片超凡宇宙的门户了 因为我们的母宇宙中没有钥匙了 声音传提醒 但眼下他们却不得不退 如果只是一两个人接近 还没什么 现在新圣新路的血气和围禁及气机 一波接一波 树谷力量非常危险 黑暗天心回归了 刚才被一只毛笔接引走了 临去前 王轩和逍遥周以及遇到其等一同发生 不管怎样说 都不能让黑暗天心好过 未能杀死 那就留给别人吧 回归这片天地后 他会被通缉 事实上 身后的通道也即将闭合 如果不是第一杀战图不时扫过去规则之光 归路早已断开 六大巨头去野 机械小熊遗憾的喊道 他们一闪而眉 从这片世界消失 当然 在临去前 王轩也尽可能多地攫取了一些柔和的超反因子 在返程时 穿行即将闭合的宇宙通道之际 王轩和智宝仔细感应 对这条路的理解更加深刻了 过去 似乎有些谬区 所谓的相邻的大宇宙 其实 很可能相距无限远 不是隔着戒壁那么简单 在回归的路上 他们联手 捕捉真实的状况 解析这条路 发现无尽虚空中 棍盾涌动 有很多个宇宙在路盼模糊可见 未开启前需要有人接引 如同黑夜中的灯塔 可有效找到正确的路 通道闭合 他们已回归自身的母宇宙 以后 想过去串门不容易了 遇到其探道 没有要事了 大赤天刀还在 王轩说道 它只是至宝的躯壳 最重要的一时火光远去了 起不到效果 交遥周开口 以后总会找到新路 王轩认为 不一定非要走未免通道 还有其他路途可循 周祸很大 没有什么不满足的 生命池发出意识波动 池口那里喷吐出 树块乌黑的碎片 如同黑色的心斗沉浮 黑黑 哈哈 虽然没击毙它 但是也可以了 什么黑暗天心 还不是被拆解了 遇到奇效的狠魔性 来来来 我们研究下画形经文 它捕捉到的碎片更多 这次 不止至宝有收获 王轩用阵图也捕捉到了几小块碎片 当场就给了机械小熊两块 机械小熊双手捧着碎片 一副迎娶神圣器物的架势 开心的不得了 什么排名第三 不过如此 遇到奇飘了 今天它再次积断一箭至宝 它的凶名无可避免的 又要流传好多个神话时代了 王轩道 谨慎点 它并没有真正复原 从某种意义来说 这是黑暗天心当年画形度 结石碎掉的状态 如今不过是重组 本体并没有真正愈合 不然的话 这一战不好说啊 它控制杀战图 一刻也不想停留 快速向悔赶 要去找赵清漢和三个孩子 在路上 他们也在交流 谈及超凡宇宙的体验 连遇到其都心头沉重起来 有不小的压力感 那些人 提及黑暗天心上了必杀名单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录 难道是违禁物品排行榜吗 当想到这一可能 他们都觉得很不真实 认为不至于如此才对 有个声明开口 说黑暗天心是旧时代的一门印章 早该销毁了 这个提法就有些可怕了 第662章星天养生主 大宇宙壮阔 浩瀚而幽暗 深邃没有尽头 心目迢迢 常人只能仰望 看不到彼岸 遇到极生物与质保 在宇宙时空面前 也如尘埃般渺小 但是 他们确实有些超脱了 能够以几身的力量横度冰冷的升空 王轩他们从黑墨星域一路经过阿木星域 穿越虫洞 路过星星 返回旧土 而后让机械小熊联系那艘留下通讯方式的飞船 果然远行了 到了天峰星域 金灰流动 途径一片光灿之地 他们接近一颗枯寂的行星 在这里寻到了那艘着陆的飞船 爸爸 船舱中 三个孩子带着泪痕扑向王轩 今日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冲击很大 即便是王爷和王兴这个两个最活跃好动的孩子 都死死地抱住他 很长时间都不愿松开手 这么小却体验到了生离死别 一直害怕和家人分别 对长生 对不死有执念的王辉 更是哭得无比伤心 先由赵青汉抱着 而后又趴在王轩的肩头 有惊无险 一家人团聚 总算让王轩长出一口气 他非常感谢这位船长 留下联系方式 告诉他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去找他 赵青汉脸色也有些发白 有那么一刻 他很绝望 不是为自己 而是害怕王轩再也回不来 他很清楚 在送走他和孩子的刹那 王轩和逍遥周心存死至 明显不敌 只是在拖延时间 让他和孩子逃生 他没有当着孩子的面落泪 和王轩一起抱紧子女 直至坐在逍遥周上 他的心才彻底安静和放松下来 逍遥周被超凡因子环绕 形成光幕 更直观地接近了宇宙星空 太美了 星空这么近 那颗星 我好像伸手就能摘到 终究是孩子 时间不长 三个小家伙就擦去泪水 活跃起来 坐在质宝上远行 呼吸的是柔和的神话因子 配一层晶莹的光保护在内 他们畅游心海中 途中 三件质宝在讨论画形经文 收获巨大 这让他们艰难的进化路 有了新的突破方向 老周 你要猎了 还能行吗 遇到枪问道 从崛起年代来看 他当年所在的神话文明算是后来者 还行吧 需要养上一段岁月 他不怎么慌 主要是手中有至高材料 羞羞补补补 沉睡一个神话时代 带下一个复苏期到来 他将完好如初 对他们来说 不怎么在乎时光 有太多的岁月可以挥霍 至宝的人生就是在超凡复苏和熄灭的轮回中度过 进我命土后面的世界 疗伤会快点 王轩道 遇到其开口 那里的物质过于霸道 养伤的话不如我的混沌洞 我在闭关几十年 参悟完第一杀阵后 将地盘让给你 伤到了元气 途中 王轩仔细检查赵清汉和子女的状况 三个孩子没什么问题 在遇到经变时 只有赵清汉独自在另一船舱 虽然被生命池第一时间救下了 但是 当时黑暗天心弥漫的黑物 多少有些残余气息 对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生命池已经净化黑物 但是 那种排名第三的违禁物品实在过于恐怖 起源旧时代的神秘印章 极尽可怕 王轩帮他洗礼全身 只有一丝不明显的灵机出现 缭绕在他的指端 按理来说没事了 但他还是皱眉 第三为禁物品的任何一点影响 无论是对普通人还是对超凡者 都是致命的 让我看看 生命池开口 对于生命 对于长生来说 他很有发言权 妈妈的身体有问题吗 不得不说 三个孩子有点早熟 刚才还很兴奋呢 嚷着要摘星捉月 玩得十分开心 不曾想一直也在注意倾听他们的交流 立刻都紧张了 王爷和王星抱着赵青汉的手臂 王辉泽紧紧搂着他的脖子 都带着哭腔 你们想哪里去了 没事的 赵青汉微笑着 揉他们的头 他轻声道 人的生命在漫长 能比得上这灿烂星光吗 比得上无边的宇宙吗 你们都应该坚强 人总会要长大 不要总哭鼻子 好坏参半 不见得是坏事 生命迟开口 他取来黑暗天心的一块碎片 告知 这是较为特殊的几块碎片之一 放在赵青汉的身上 又注入一些柔和的神话因子 进入碎片中 遇到其点头 道 或许可行 这次黑暗天心确实很惨 核心碎片都炸出来了 这些重要碎片在吞吐混沌 进化和转化等方面 有重要作用 生命迟道 最糟的话 青汉根基不稳 损失一些寿源 但长命百岁还是没问题的 运气好的话 有那么一丝可能走上修行路 前者是略减寿源 至于后者希望不大 即便有第三维禁物品的核心碎片也很难 王轩渐渐放下心来 开始整理这次的生活 和遇到其 逍遥洲 生命迟一起挑选黑色碎片 摩克他们的纹理 尤其是核心碎片能吞混沌 化为己用 这无比关键 不仅至宝感兴趣 连王轩都在参悟 但是 这些文理放大后去观察 浩瀚如繁星 密密麻麻 实在是过于复杂 遇到其也能吸收混沌物质 不过还不能圆转如意 他说出自己的体验 讲了自己的规则 让逍遥洲和生命迟第一次觉得 嘴臭其境也有厚道的时候 将这块核心碎片佩戴在身上 每天修行下就数 行不行都没什么 王轩说道 将手腕上的原神锁链取下 束缚着碎块 绑在赵清汉的手腕上 赵清汉奄然一笑 道 我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 原本人生百岁就已经算长寿 而我却要活得比这还要长久 有你和还有三个孩子在身边 一切都很好 他们返回旧土 生活回归正常轨迹 王轩将核心碎片也送给陈永杰和老钟等人 让他们尝试去感应 以精神纪念等 他时常去注入超物质 看能否接引他们上路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 王轩无法修行 暗自进入星空中度节 悄然破关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 他的肉身精脆大体上都回归了 融合得很好 整个人脱胎换骨 完成了不止一次蜕变 毫无疑问 他在逍遥有九层停滞多年后 不止破陷到了十层 随后多次再突破 旧身新陈代谢猛烈 宛若要替换掉所有旧时代的腐朽物质昔日 他就有过猜测 新元神 新肉身 新内景 或许能打破桎梏 在新时代能让他在修行路上浴火重生 现在验证后 确实有这种韵味 葬下旧时代的腐朽 迎来宇宙纠错大环境下的新生 他感觉到了勃勃生机 原本现世纠错的天花板 对他来说开始全面松动 上线再次提升 接近三年的时光 先后数次堵截 王轩持续蜕变 随后正是他足养生主领域 到了这个大境界 内景帝可以模糊的感知到 有几次他几乎踏足进去 显然他涉及到了精神和肉身 还在回归过程中 时间就是这样匆匆 在不经意间就流逝过去了 同黑暗天心大战三年过后 王爷和王心都十岁了 王辉六岁了 而陈永杰的长子和大女儿都已成年 到了结婚的年龄 让老陈一阵怅然 他这个不显老的大叔 或许再再有几年 就会突然当爷爷了 最近两年 王泽胜和江云除了陪孙子和孙女 不时远行 养生主 开始注重精神和肉身的结合 一起炼养 行神合一 在尘世温养自身 一次又一次提升自我 直至羽化登仙 到了这个领域后 王轩的肉身确实很强了 不借助至宝 照样可以手撕战剑 而精神出窍 则可瞬间远去 在外太空中以刚风锤炼自身 可在雷雨天的电光中洗礼精神 在养生主境界 王轩很多次看到人死去 是精神离体的状态 以天眼观照 哪里有什么轮回转生之说 许多人在精神出窍的刹那就消散了 随风永世 少数人心有执念 在身体盼徘徊 在最心爱的物件前停留 但也不会长久 他越发珍惜前所拥有的一切 因为他很清楚 一旦失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王轩在养生主这个境界稳固后 出了一次远门 三年前 在他和逍遥周同黑暗天心死磕后 独自横躺在星空中时 竟有人以战舰轰杀他 那是他身体有严重的问题 若非机械小熊冒险冲过去将他背走 他可能真的会出事儿 这段时期 无论是机械小熊 还是乐乐 都曾派出过微型机械人 在调查这件事 有了眉目 我还是心慈手软啊 当年事情过去后就没有和你们计较 但有些人总想在关键时刻 跳起来对我撕咬上一口 那么现在清算吧 王轩来到星星 自己上路 通过正常途径买了一张船票 这次不是为了探亲和访友 进入星星的刹那 他没有掩饰 在空中迈步 超物质流动 像是驾驭着踩云而行 平日间他很低调 几乎从来不显胜 不在普通人面前施展神通 但是这次他强势出行 他的法体映照在高空中 庞大无比 如同浑身发光的神奇 他探出一只大手 直接向着康宁城地面抓去 王轩 助手啊 尊家友人惊恐大喊道 通过飞船升空 通过一切可行的手段 向着王轩喊话 然而 当有飞船接近时 直接被那只大手一把钻住 化成钢铁碎屑 自伐体指尖流下 王轩 你容我们解释 大手在缓慢接近 形成可怕的压迫感 无视他们的高呼大喊 你这样不计后果 要杀我们 别怪我们与死网破 各地战舰会一起出动 让你失去亲人朋友 你不可能保住所有人 有人在绝望中怒吼威胁 你们配吗 王轩站在高空中 俯视下方 刚才发生恫吓的人 当场便暴碎了 第663章 新天岁月无情人生百年 尊家一些人惊慌而又愤怒 绝望而又身体发冷 尤其是有些人恐惧了 上次的是和他们有关 孤教第四舰队 进宫就土 尊家有一位老者目自欲猎 愤怒着 他被剑了一身血 刚才暴碎的死者是他的胞弟 没有人回应他 根本联系不上 接下来他自身漂浮起来 碰的一声在半空中 化成碎骨和血雨 有话好说 王帝先 或许我们兼有什么误会 这个时代 没有什么不可以谈 打打杀杀那是一百多年前 旧时代解决争端的办法 很不人道 一个中年男子当说到这里 自身就解体了 化成一片血雨 孙家的人暗中呼唤 然而 所有可以进攻就土的舰队 都在同日失联 根本没有办法形成威胁 眼下 一只机械小熊 正在愉快地带人 接收各种型号的舰船 同行者有乐乐 还有陈永杰和青木的 秘露组织成员 不止如此 孙家发现 游异在星星外太空的战舰 也都联系不上了 所有人都脸色煞白 王轩立身在天空中 漫天都是神圣光辉 这次一只大手探下的同时 强大的元神之光 早已横扫而过 确定哪些人有强烈的敌意 关于妇孺 那些不懂事的孩子 以及只有惶恐 并无恶意的人 无论身份如何 他都放过了 部分人身体到飞 噼里啪啦 像是下饺子似的回放 飞向半空中的那只大手 然后 贝贝猛力一钻 扑的一声 全部形神俱灭 孙家战地极广 有些中小型战舰开火 结果都被一把抓到半空中 划成沸铜烂铁 这种飞人力可抗衡的场面 震撼了星星所有阵营 各路组织的高层都含毛倒数 这些年王宣布险胜 不对普通人出手 不意味着他可以一直容忍和克制 当下 许多人都头皮发麻 接着 王宣一把江康宁城外 那个秘密基地的母船 从地下抓了出来 抖落出五号机械人等病阵 碎在半空 至于母船 则被没收了 他准备交给机械小熊处理 他从原地消失 顷刻间来到数百里外的平原城 超级财阀秦家所在地 此时 秦红摇动金银酒杯的右手在发抖 多年过去 昔日的中年男子 曾凤宁对大幕中的猎仙轰击的秦家 重要成员 已经成为头发花白的老者 当看到天空中那个巨大的阀体 俯视下方的秦家时 他一屁股坐在从猎仙洞府挖出的浴石以上 他害怕了很清楚怎么回事 这么多年 他依旧敌视修行者 曾和孙奕臣的伯父等人密谋 在深空中组建了一支秘密舰队 准备等超凡瓦解干净 付诸一些行动 可是 一等就是这么多年 依旧有个别人能修行 上次轰杀王轩的战舰 就是那支舰队秘密寻医在星星附近的一艘死士号当时 他看到结果后立刻就后悔了 通过特殊渠道下令灭口 毁掉了那艘战舰 天空中 那支带着雾气 伴着霞光的大手探下来 第一个就将贪软在座以上的秦红给隔空射了上去 当年 你儿子死在星月 表面上你大意凛然 事实上想让练救术的人拿命去填月坑 后来 我虽然厌恶你 但你很隐忍 并没有做出明显有敌意的举动 林道老了 你忍不住了 蒋猎杀我 可笑 王轩的话语在天地间回荡 王轩 秦红想多说什么 身体都在哆嗦 结果扑得一声 整个人解体了 接着 秦家共有五人飞起 在半空中自行炸开 化成雪雾 参与的人数不多 但随后又有十几人冲天而上 先后爆开 这是没有行动 但是明显有敌意的人 被他一并解决 秦家的母船也被剥夺 从此永远的失去 五大超级财阀当年就是因为从月球上挖出五艘母舰而崛起 掌握了领先时代的黑科技 当日 王轩在新兴将几艘母舰中休眠的机械人都秘密处理掉了 这些都是体验着昔日的不重 留着总归是不稳妥 然后 机械小熊到来 暗中去检查了五艘母舰 清理他们的智能系统 进行各种排雷等 至于深空中那支秘密舰队 有人看到一个庞大的身影 徒手都那些战舰给钻碎了 成为历史的尘埃 不只是星星 宇宙深处 各地的大势力 无论是多么强大的组织 神秘阵营等 高层都含毛倒数 许多核心人物都心惊肉跳 发自的灵魂的敬畏 这辈子都不想沾惹那个人 什么获取活着的地先的血液进行研究等 开什么玩笑 那是作死 我当年真是太明智了 第一时间就止损了 再没有和他纠缠 没有接关于他的任何任务 归学组织的首领 时隔二十几年后依旧在庆幸 擦了一把冷汗 举起酒杯痛快地引了下去 最初是变态小宋委托他们 而后是孙家等 当年刚成为超凡者的王轩 就让他们就损失不小 还好 他很果断 而且后来还和王轩交易了 低价卖给他一艘小型战舰 就此再无冲突 这次雷霆出击后 王轩没在心心久留 简单待望过赵泽俊和苏璇后 就回到了旧土 当他离开后 这种无形的风暴依旧在持续 不管是科技阵营 还是沦为凡人的猎仙等 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在枯竭时代 有人展现这种手段 已经算是无解了 猎仙渴求 看到王轩越发强盛 如同先天神魔出行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他 探究出路 几个月后 超凡落幕二五年了 而陈永杰的那对龙凤胎子女 也已经二十五周岁了 当有一天 老陈的女儿陈飞告诉他 想和喜欢的人结婚时 老陈好半天没回过神来 我女儿要嫁人了 陈永杰拉着王轩喝酒 不知道是高兴 还是在失落 这个老父亲的心情实在太复杂了 大喜的事情 王轩和老钟都恭喜他 刘淮安和青木也笑哈哈 然后 他们又去黄明的哲仙茶斋 和鬼僧 孔云 齐连道 秦城 顾明熙等一群人小聚了一下 感叹岁月无声 流逝得太快了 三年后 陈永杰的长子陈瑞也告诉他 有喜欢的姑娘了 要结婚了 三年两嫁去 陈永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也就是三十出头的样子 他还有一百多年可活 现在有了外孙 长子也要结婚了 他很无言 初步体会到老钟的心情 王轩曾经为幼年时期的陈瑞和陈飞洗礼过肉身 对他们很喜欢 两场婚礼作为叔叔 自然也帮着忙前忙后 可惜的是 陈瑞和陈飞虽然也在修行 但并不是多么的投入 事实上 王轩自己的三个孩子也有这种迹象了 生在这个时代 接触的大氛围整体无异于修炼 列仙中都有人去当养生教练了 周腰盛和李天仙成为名嘴 黄明开茶斋 顾明熙和周青黄百行当明星 当看到列仙最后的归宿都如此 新生代对修行真的很难提起激昂的情绪 随着年龄增长 他们已经知道王轩只是这个时代的特殊个例 也是借婚礼这种机会 各方都来人了 接触王轩 有人觉得他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怕他一只大手探下去 就将一些大组织给抓美了 王轩安了他们的心 直接告诉这些人 自己喜欢过宁静的生活 如果没人算计 他将与师无争 列仙自然是为了心神化路而来 既往在他的身上 可惜了 至今他的路也没有办法推广 师父 恭喜啊 青木笑道 他现在也只有三十余岁的样子 而他的长子已经二十出头了 再有几年 轮到你的儿女成婚 你就能体会到我的心情了 陈永杰笑道 事实上 几年后 青木的女儿结婚时 他也心情复杂 作为一个不显老的父亲 他高兴又失落 这算得了什么 老中作为过来人 告诉他们 等看到重孙被嫁娶时 心中将毫无波动 超凡落幕四十年 王轩的三个孩子结婚的结婚 有女朋友的有女朋友 都长大成人了 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 无论是王爷还是王心 亦或是王辉 都对修行没有那么上心 只当成了健体 王辉喜欢科研 加入张启帆主导的实验室 这些年 他们先后出了一些成果 无奈的发现 依照古方破译和研究的新药 主要是针对烈仙的药剂 这些药剂稀释后 对普通人有用 但愿没有期待中那么有效 需要在超凡基础上服食最佳 王爷 王心和王辉先后结婚生子 王泽胜和江云在一次远行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王轩寻找了很久 都没有见到他们的踪迹 既担忧又无奈 过去 他曾尝试沟通过 大致判断出 他们应该是其人 超凡落幕60年 赵泽俊和苏璇 以及无音的叔叔 吴成林 林薇的父亲 林启明等 这代人先后逝去 如果还活着 他们从百余岁 到110岁不等 七日的帅大叔们 和气质出众的女士们 整整一代人都逝去了 事实上 下一代人如周云也离世了 不足90岁 在医疗条件这么好的今天 按理来说 他不至于如此 主要是年轻时 他灯红酒绿的生活太多了 也没有怎么锻炼身体 岁月无情 如刀又如剑 斩向普通人 在赵泽俊和苏璇先后去世时 赵青汉无比伤感 不断地落泪 虽然有三个孩子相劝和安慰 他也安然很久 岁月也在我身上开始留下痕迹了 不久的将来我也会有这样一天 平静后 赵青汉轻声说道 王轩攥着他的手 道 不会的 超凡落幕80年 王轩意外接到来自新兴的噩耗 无音逝去了 他怅然 出神 而后立刻赶往新兴 见到了晚年落幕后的他 王轩和他很早就结识了 最后两人关系默逆 他们因为冲突而认识 而后又成为好友 知己 想不到他竟这样离世了 他终生未嫁 但活得很优雅 照料小狐仙和马大宗师 作画 养花 安然生活 偶尔带着小狐仙去蜜的看老胡 再次相见 他满头银发 眼角等处皱纹很深 闭着眼睛 没有声息 安静地躺在床上 心口有一本陈旧的古书 小狐仙趴在床边呜呜地哭着 马大宗师也在无声地落泪 他曾经不如超凡 重塑身体 不该这么早离开啊 王轩鼻子发酸 见到优雅了一生的 他这样无声无息的逝去 心中发堵 他拿起无音心口的那本书 仔细看去 手顿时一抖 心都在发颤 当年 出探密地时 无音在那里遇险 以为自己活不下去了 留下一言 除了给父母的话外 最后一条就是提及了王轩 让家里送他一本很重要的修行秘籍 就是眼前这本 王轩仰头 哪怕心如坚硬的铁石 现在他的眼睛也酸涩了 忍不住想落泪 无音 大无 他可能是伤了心神 在所有人面前微笑活着 可是 他其实也很努力 在修炼 在苦修 想和我们一起走下去 但是 小狐狸呜呜地哭着 虽然是受语 但是王轩的精神领域何等的强大 能够听懂 他优越着 不断落泪 道 这本书 他一直小心地保存在身边 经常会翻一翻看一看 王轩文言 寂静不动 看着这本书 一点声音都发不出了 第664章 新天一代人的生命尽头 王轩将历无声 心中浮现他年轻时的样子 结实于争执 当年 他也算有些轻狂 在安城将他踢进湖中 在密地围解救他 将他一脚踹到危险地之外 此后他们救赎了 后半生的他长远行 身边只有小狐仙陪伴 安静而温和地过着 与世无争的生活 在这红尘中体会一个人的宁悸 他没有去征家族的大笔财产 只留下一部分够自己远行即可 大多都放弃了 让给了兄妹 自己偏居于郊外这处宅院中 小狐仙眼睛通红 道 我能体会到他一个人的落寞 年轻时热情 35岁以后又静又孤独 他嗡嗡地哭着 他也老了 黑色皮毛泛灰 虽然当年境界较高 但也在岁月中见暗淡 王轩站在这里一动不动 心中想到的都是他年轻时的一颦一笑 他蹲下来 看着他现在银发满头寂静无声的样子 心头说不出的难受 他将一柳略微凌乱的发丝整理到耳畔 站起身来 将房间中的一束鲜花 放在他的身前 清香伴他老去的容颜 脚壶线乌烟 马大宗师低头掉落眼泪 王轩慢慢翻动手中的这本书 有明显的磨损痕迹 书页中夹着几张他年轻时的照片 都略微泛黄了 但依旧可见他那时笑容灿烂 书中也有一张他年轻时代和有人文的合照 那里面也有他 站在中间位置 他站在他的右侧笑颜如花 年轻的他很好看 性格活跃热情 三十五岁后他就偏于安静了 一点精神留念吗 他发觉了书页中 还有照片上 有很淡很模糊的一点精神能量 王轩以柔和的超凡英子互著这本书 放在无音的心口 而后疼得转身 在这片宅院中 在花谱间 在他作画之地 以精神天眼寻找 希望找到更多的淡淡的留念 确实有一些 但很微弱 聚集到一起后并不多 迟隔多年后 这一天 星星的探测器再次捕捉到了王轩横空的身影 一些老人第一时间认出他 今生代看到有人肉身飞天 都不禁禁呼 但也很快明白了是谁 他快如闪电 在星星各地出没 都是无音喜欢驻足的地方 是他生前愿意去的地方 他在收他的念 到了最后 他的精神一分为数十上百 但凡有过他足迹的地方都出现了他的身影 仔细辨别 那些地方都有过故事 都是他们这些有人相聚的地方 那些年他也参与过 这些念算是死迹的精神吗 和纯粹的精神有些不同了 王轩凝聚在一起后 不知道如何唤醒 这和他理解的原神之光 和有活性的精神不同 他虽然追来不少 融合归一 但是只感觉到了他昔日的部分思绪 并没有勃勃生机 没有活着的主意识 怎么将这些念激活 他便寻心中所记的各种经文 却束手无策 无音下葬 来了不少朋友 很多人都留下了明显的岁月痕迹 如落泪的钟情 眼睛发红的忠诚 两鬓斑白的青木 事实上赵青汉也如此 没有人能挡住岁月 即便是黄明 顾明熙 这些出自大幕的修行者 也都不再年轻 和无音同时代的普通人 已经很少了 活着的人年岁都很大了 送行的人大多数都是晚辈 那是一副特种才智的官 堆积满了鲜花 有些财阀寄望于未来 希望有一天后人能研究出长生不老药 他们死前都想保住自己的身体 期待将来 正是因为这样 有些休眠仓 特殊的官果 都被研究了出来 虽然都知道 连灵魂都没了 又怎么能复活 但是 很多人都想留下一个美好的寄托 赵青汉 钟晴 凌薇这些有人们 为他挑选了一口最好的官 让他沉眠 满含着泪水 希望有一天还能见到他 王轩十分沉默 欣欣这边 有好几位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人去世了 林教授 赵泽俊夫妇 接下来会是谁 无音的去世 让他心中发堵 他的元神进入命土后方的世界 从陨石通到那里 开凿下来一些陨石碎片 被他炼制成特殊的内观 希望能进一步保他肉身长存 他将命土后的世界 一些还残留的天药的叶子等 采摘下来 放在棺中 封棺时 他将那本书还有被他凝聚来的念 都封在陨石棺中 并注入大量浓郁的柔和的超凡因子 时光流转 王轩逆而在的体验到失去有人的沉重心情 他的发小赵默和林轩也先后离世了 他们只是普通人 能活到百岁出头 也是王轩帮他们洗礼过肉身的结果 但终究挽留不住 他的大学同学 从苏禅到周坤 再到徐文博和李金竹等人 从前些年开始到现在也都先后离去了 再到欣欣的话 就在也没有同学聚会了 他们这代人九成九都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超凡落幕九五年 同在旧土安城的秦城撑不住了 他面容苍老当年帅气的样子一点都看不到了 他拉着王轩的手 道老王不要再给我度超凡因子了 我已经走到尽头精神腐朽了 我能活到一百一十八岁都是你照顾的结果 金木说的不错 我是废柴城 修行没天分 全靠你来度 我能活这么大年岁有什么不满足 我该去找杨林了 他下去很多年了 我做梦时常看到他 他一定是很想我了 我又也想他了 至于儿孙 自有他们的福气 我不担心 在喊你一生小王 最近总想到我们刚毕业时的样子 似乎才走出校门 这辈子能和你是同学 是最好的兄弟 直了 好好睡一觉 醒来后 我还在 我们还是好兄弟 王轩抓着他的手 看到他笑着点头 并眼泛浑浊的泪光时 他也鼻子发酸了 确实 广若还在昨日 还在毕业那一年 他们为了能去新兴而奔波 后来 先去新月 又到新兴 上学那会 秦城家境富裕 常请王轩去各大餐厅 吃安城的各种美食 也曾坐在一起看校园中的美女 年轻时的朝气 轻狂 现在却到了死别时 王轩是养生主 但是 却留不住最好的兄弟的命 他有一种无力感 修行到现在有什么意义 难道要看着红颜 亲顾和最好的朋友都一一上路吗 看遍古籍 读尽经文秘典都在说超凡路无情 可是他不想要那样的结局 不想斩下这红尘中的各种缘分 我能做什么 我怎么才能改变 他问自己 要变得更强吗 才有能力干预这一切 他的修行速度已经足够快 可是 却没有身边朋友老去的速度快 这次 王轩亲眼看到秦城腐朽的精神离开身体 化成了念 在生前最眷恋的地方 在最在意的人以及物件附近徘徊 就要彻底散尽了 王轩将这些念全部收集起来 珍重的皈依 这是他此生最好的朋友 却留不住性命 同样 他将这些都封在了特殊的陨石棺中 与外隔绝 注入超凡因子 这一天夜深人静时 王轩喝了很多酒 但却始终醉不了 赵青汉陪着他 小口地名酒 这么多年过去 他的发丝也白了 不再年轻 青春随光阴逝去 曾经的乌黑绣发变成了花白发丝 王轩的发丝也白了 是故意如此 想陪着他一起变化 走到今天后 我发现找不到修行的意义了 王轩和赵青汉肩头挨在一起坐着 如果留不住身边的人 只剩下他一个人走下去 那有什么意义 其实 他并没有多么强的野心 踏上这条路时 完全是出于对神秘的好奇与探索 想看一看是否真的有猎先 后来 大木出现了 随着接触 超凡对他没有什么秘密了 他已经追寻到了答案 在这时间 他几乎已经没有敌人 大多都被他解决了 走到这个时期 他们这代人的生命几乎都到尽头了 他越发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孤独感 他已经是养生主 可是身边的人一个又一个的离世 他却什么都留不下 他看过各种小说 还有猎先传记等 看到有些人可以绝情绝性 抛七弃子 独自踏上那所谓的先路 他很难理解 经历这么多后 他欲发地感觉到 自己不是神话传记中的人 更是和那些名人的追求相去甚远 虽然在这个时代 他是能够修行的特例 但是 他和那些动辄能斩下旧缘分 绝情远行的时代主角 完全不一样 做不到他们那一步 他自嘲 我只是各路人甲 争霸 天上地下无敌 都和我无关啊 到了今天 我早已没有那么大的理想 赵青汉看着他 轻语道 不要情绪低沉 你修行的意义 一步一步走下去 或许就是为了以后还能见到我们 同年 陈永杰的妻子关林去世 老陈陈问了很久 开始变得怀旧 常去他和关林留下足迹的地方 年龄已经很大的轻目不放心 时常跟着他 超凡落幕97年 云拓星域和有至高神传说的荒芜之地间的那条未面裂缝 传来巨大的动静 有光透出 自从当年这里出国事后 长年以来 这里都有战舰看守 消息第一时间传回旧土 当日 王轩登上尖心舰 亲自赶了过去 第665章星天烈仙有悔 留守的战舰中 安全起舰没有人类 只有纯机械人 方便出舱作业 提取样本 检测这条缝隙的能量粒子等 机械小熊控制尖心舰 一路神速前行 贯穿虫洞 横渡星域 最后来到云拓星域边缘 临近目的地 当王轩赶到时 那道光已经消失了 现场有些狼藉 有战舰残骸 有断裂的机械人 难道有人跨宇宙成功了 他心头一沉 当年大吃天刀断裂在这里 虽然他收走了刀施 但是他的意识光团没入此地 按理来说 他需要漫长岁月后才能再现 但是那只是常态 如果有些意外等 或许能激活他 配合对岸的违禁物品 多少出一些力气 不远处有一艘留守的战舰出现 略微受损 但无大问题 还有机械人在当中 并且这片地带也不少探测器 可以回放不久前的过程 绝 残尸 机械生命族 王轩还没有观看监控 就先看到 未面裂缝附近的一些遗骸 很快 机械小熊开始采集信息 将这里发生的是复原在他的眼前 在屏幕上逐一滑动而过 的确有人想打开这条道路 这里不断轰鸣 而后 有赤红的光芒复苏 大尺天刀的刀魂果然重聚了 随后 这里变得地动山摇 对面疑似不止一件违禁物品在发力 不然的话 单方面想撼动这里 根本不可能 到了后来 监控画面中 变得一片刺目 除了大尺天刀的刀光外 还有汗道锤的光 还有几种光 都短暂照耀过来 疑似有数件违禁物品在参与这件事 奈何 大尺天刀碎了 只剩下刀魂 那团朦朦的意识不够给力 很难真正打通这里的道路 接下来 王轩看到了63号 原道 洛蒙 着空几人先后赶到这里 发疯一般向着裂缝中冲击 大圣灵 蛇伏这么多年 除了63号外都老去了 苟活到现在 王轩认出他们的身份 因为 当年他附体演到和睦寒时 曾在他们的心中见到过这几人的形象 并且 他知道了63号就是木 圣灵中的第一个高手 之所以消失很久 那是因为被其人重创过 这几人真的很能躲藏 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他们 除却木身油火种碎片 依旧很强 不在商议之下外 其他人都不行了 只有精神力量还算不错 对岸的人唤醒大赤天刀的意识 想探寻这片宇宙 也是63号等人离开的最后机会 过程中 他们利用最后的霞光照耀过来时 疯狂冲撞 肉身破碎 机械肢体断裂 最终 他们舍弃肉身 以及机械之躯 以精神力构建的神盒冲了进去 眉入细微的缝隙中 其中 63号的神盒被火种碎片保护着 不知道这几人是否成功了 留下残尸和血 就此真正从这片宇宙消失 王轩注意到 钥匙的作用非常重要 不仅是坐标 还负责同化这片大宇宙的规则 让它放行 开启规则之门 仅是一把残碎的钥匙 哪怕对面有数件物品猛攻都不行 王轩皱眉 这意味着 以后再也无法打穿两大宇宙了 按照他从体验者那里获取的信息来看 除却排名前三甲的无敌违禁物品外 还有至宝可以单方面击穿大宇宙 不止王轩一个人来到这里 接下来很多人得到消息 都先后出现了 主体都是昔日的超凡者 九成狮猎仙 以及出自大结界的诸神 到了如今这个时代 关于天门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都足以让他们动容 重视 自超凡落幕那一年开始算 大宇宙的压制无比猛烈 重点关照他们 在特殊的大环境下 这些人的寿缘在一百六十岁到两百岁不等 而身体有伤 当年出国意外的人 寿缘会更少 超凡落幕九七年了 有些人早已生出白发 少数人看起来还算是壮年的样子 但是他们已经怕了 甚至有些人已经开始绝望了 开启了一道缝隙 又闭合了 他们得知详情后 心头沉重 这意味着最后的机会也错过了 部分人的确后悔了 上一次古今开启通道 召唤十万仙魔镜超凡大宇宙 他们觉得 九成的人都要战死 所以迟疑了 拒绝了 现在看来 此生真的无路了 这一刻有人后悔了 一些头发花白 眼看寿源不断流逝的人 忍不住低吼起来 他们穿着宇航服 去触摸未面裂缝 身体在摇动 从此再无长生的希望 在这个时代 哪怕他们中的强者 也都失去所有超凡手段 全部沦为凡人 没有一个例外 王轩对一些人点头 乘坐艰辛健离去 身后 部分人的情绪波动无比剧烈 如同受伤而绝望的野兽 困在囚龙中嚎叫 此时略先有悔 神话腐朽 一直延续到今天 略先的心态也失衡了吗 王轩叹气 没有出路的大环境 旧时代的超凡者如同囚徒 打不破凡龙 超凡落幕98年 继三年前 陈永杰的妻子去世后 他的长子陈瑞也离世了 而在一年后 他的长女 龙凤胎中的女儿陈飞也去世了 这对老陈的打击有些大 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或许不正确 花白发丝的他送一双满头白发的儿女远去 他格外的心酸 悲痛 陈瑞和陈飞这对兄妹 正是超凡落幕之际出生的 生在这个时代 他们成年后就彻底放弃了救赎 兄妹两人 一个有自己的生意要做 平日应酬很多 一个投身科研领域 十分消耗心神 即便身边都是养生领域的达人 但他们两个也都没有活过百岁 看起来比自己师父还要老的亲目 早些年就失去了妻子 如今每天都陪着陈永杰 刘怀安也劝自己的徒弟 人生就是如此 需要放下 老中开导 我送走了自己的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十几个孙儿辈 也痛苦过 但最后麻木了 习惯了 人生要看开 超凡落幕100年 百年流逝 一代人更迭 很多人在岁月中消失 同时代的普通人找不到多少了 这一年 忠诚以116岁 他比王轩小了6岁 初见时 恰是在青木的庄园中 他不过是一个16岁的少年 现在 他又来这里了 垂垂老矣 牙齿大多都脱落了 他是未见王轩 也要见一见他的太爷爷 王轩的住处离这里很近 三个步就能走到 看着属于秘露组织的 这片熟悉的庄园 忠诚有些伤感 当年他还是一个偏偏少年 还和王轩切磋过 那时的他意气风发 活力蓬勃 结果被王轩轻易碾压 他姐姐小钟情急之下 上前拦阻 险些安一记抱胸拳 王轩 你给了我一个猎仙梦 但终究是没能带我上路 再次看到王轩 他带着倦意 笑着说道 王轩也大受触动 时间确实无情 他印象中的忠诚 始终是那个少年 蓬勃有朝气 虽然是财阀子弟 但却一直向往见仙路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遇见飞天 以仙剑列战舰 可是现在 他却这么苍老了 一切都仿佛还在昨日 还记得当初 两人切磋后很投缘 忠诚向他求教 怎样才能快速提升自身 为此还拿他姐姐的写真集送他 当年和今日对比 青葱少年的背都有些弯了 成为白发老朽 好兄弟 王轩搂住他的肩头 都到这一天了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难道还要说见仙之路可期 一切都晚了 忠诚有些伤感 道 时间为什么过得这么快 越是年老 我越是怀念过去 我和你去过密地 一同探险 也进过你的内景地 共同修炼 但是 我最后还是老了 那些回忆 那些往事 似乎就在不远处 我仿佛还很年轻 但我知道 时日无多了 我快离开你们了 这次特别想过来看看你们 也算是最后的告别 这种话语让人唏嘘 他也提到了自己的姐姐 钟情比他大三岁 如今一百一十九岁了 状态比他还差一些 不宜远行了 王轩看向卢尾堂那里 昔日姐弟两人就是在那里和他出见 小钟在他心中的样子 也停留在当年 素面朝天 清纯亮丽 站在芦苇堂畔的草坪上 没有什么财阀子弟的架子 到了今日他的身体也不行了 当年 王轩出入超凡 在欣欣和孙家冲撞时 这姐弟两人曾将老中常年防身用的一宝 那件可收万物的兽皮带借给他 实在算是可交 所以和他们的关系一直很近 太爷爷 我终究是没有熬过你 在这里 钟成看到了老中 这次很直接地当面说道 也不怕挨打了 老中也有一些白发了 但应该还有数十年可活 这一刻 他也有些伤感了 毕竟 钟成和钟情是他最喜欢的两个后辈 一个衰老成这个样子 而另一个都不能出门远行了 好孩子 让我再好好地看看你 老中拉着他的手 平静地心有了波澜 似又体会到了送走长子时的心情 太爷爷 你保重 我年少时的见仙梦全都化作泡影 彻底远去了 希望你能活得很久 最终长生 钟成疲惫地说道 两日后 他精神稍好后 返回新星 超凡落幕101年 就土外太空中 有一簇又一簇火焰腾起 灵能波动巨大 在时没找到忠诚的照片 发一张钟情的照片 不知道需要审核多久才能出来 第666章新篇 又到薄杀未来时 王轩抬头 一步迈出 以肉身横渡天语 带着剑光 踏着五色超物质 静直到了旧土外 时隔多年 这么大的超凡动静在现出来 常人觉察不到 但身为养生主的他第一时间感知到了 旧土外太空 一簇又一簇神圣光焰 由近而远 如同一条通幽的路 蔓延向漆黑的宇宙深处 生命池出现在他的手中 他向前走去 这是故意引他来吗 随着接近 一簇簇光焰 流光洒落 在这冰冷的宇宙虚空中 像是有一层柔和的薄纱覆盖 他醋眉 因为看到了身边人的生老病死 有些他已经历过 即便现在再看在眼中也让他心头沉重 随着深入 他不仅看到忠诚和忠情很快死去了 陈永杰 清暮 老忠也会离世 一桩桩 一暮暮 无声却让他被感压抑的情景 在眼前的大时代中 哪怕是超凡者也都沉寂消亡了 最后再无猎仙 诸神 一个故人都没有了 此气沉沉 无声中的悲愈 让人觉得透不过气来 将要窒息 古今 你不是走了吗 王轩开口问道 这片天地中 还有谁能瞒过他的神觉 将场景演绎到这么真实 唯有古今 当年 他就呈现入过他造成的特殊场景中 果然 光焰消退 发光的痕迹出现 那像是古今的脚印 一枚又一枚 通向浩瀚的宇宙虚空 人生一场梦 谁认真谁输 古今开口 王轩注视星空 看着这些发光的足迹 心头猛然一震 难道古今一直都在这片宇宙中 他双耳嗡嗡作响 血液流速加快 如同大河滔滔 听在心中 像是雷霆滑破那漆黑的夜空 这些年 他所经历的生死离别 难道都只是一场梦境 昔日 自他踏足月球 寻找古今 陷入到了那种非常涉人的场景中 一直没有真正退出来 他一直活在由古今造就的宏大场景内 王轩沉默 最后轻叹 摇了摇头 或许是身边死去的人太多了 过于沉重 他潜意识终有种渴望 稀奇一切都不是真实的 但是冷静下来后 他却信所有经历皆为真 这是你留下的印记吗 王轩问道 道出真相 是 一代人逝去 悲欢离合 人生沧桑 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吧 古今的的印记开口 超凡结束一百年 不用谁去说教 经历过才会明白这种沉重 才会有最深刻的体悟 等到百年落幕 走过这个时代还活着的人 回首过往 生离死别 刻骨铭心 想要开口却已无声 百年逝去 又经历一年的沉淀后 古今的印记才出现 这次 你愿意和我走吗 古今问道 王轩开口 你能看到未来 留下印记 一直在等这一天吗 让我带上几件至宝 和你去争战 该放下的也都该放下了 古今说道 他接着道 一如当年 别人必须成仙才可以上路 但我允许你境界也不足 也可带上雪青 王轩看向寂静外太空中的古今足迹 道 我也一如当年 再问一遍 你能保证他们活下来吗 我实话实说 没有把握 我对头的不重太强 仙魔才有可能存活 即便我将你的雪青传送到平静区域 也可能被推演出来 有无体的强者在防着我 王轩沉默 他的妻儿连超凡者都不是 我的友人 也没有达到羽化登仙级 虽然不是我的雪青 但圣四亲人 如果有人愿和你走 能带上并送到宁静区域吗 不能 我只对你破例 古今回应道 像是在执行某种程序 原则性太强 还是没有放宽条件 那你不用来找我 王轩说道 明年这个时候 你再来这里吧 一百余年过去了 我的本体或者会有改变 我只是它当年残存的印记 古今说完 所有痕迹都消失了 这件违禁物品实在强大 离开一百年了 依旧在这片宇宙中显化出 昔日留下的超凡手段 神秘莫测 就土外太空的景象并非虚化 不只是精神层面的显照 这次被太空探测器 真实的捕捉到场景消息传出 溃灭的超凡世界哗然 沦为凡人的猎先 诸神 全都震撼 其中一小部分人甚至在发抖 像是抓到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普通人也吃惊 神话熄灭这么久 还有余光照耀 当日 外界通过各种方式联系王轩 超凡者无比迫切 这关乎着他们的生死未来 当年未走的猎先 现在有大批人变卦了 随着他们白发生根 生老病死一天天临近 他们愿意拿命去搏了 王轩如实告知 明年这个时期 古今会再现 但他究竟是否要接引猎先 他也不知 安静的房间中 只有王轩和赵清汉两个人 看着他白发增多 眼角皱纹浮现 王轩握住他的手 这些年 他和他一起生出白发 但赵清汉心底很清楚 他只是想陪他一起年轻 一起白手 他说的和当年一样 没什么变化 我还是选择不走 就留在这片宇宙了 赵清汉轻语道 他不愿离去 对他来说 长生与否不重要了 需要他珍惜的都在这边 都在眼前 王爷 王心 王辉 都没有走上修行路 如今也老去了 都不是超凡者 他依旧想时常看到他们 无论他们多么大年龄 在他心中都会有三人同年时的样子 无比在意他们 担心他们 甚至当看到他们三人长出白发时 他会心酸 那么可爱的孩子都变老了 会有离开的一天 问一问他们三个 王轩开口 王爷 王心 王辉接到电话后 都快速赶来 即便有人有事在心心 也都在第一时间返航 妈 我们不走 爸 我们知道你是特利 能一路走下去 如果你要离开 我们会想你的 我们陪着妈 三人言语诚恳 略带伤感 都会陪着赵清汉 都摇头不肯离开 我们也有了后人 都没有走上修行这条路 不适合离开故土 同时也真的不想离去 神犹太虚 出入幽明 所谓神话 先摩生活 我们在幼年时就体验过了 爸 你带我们进过盘桃园 游过广寒宫 出入过不周山 肉身横渡过星河 王心回忆着 高兴后又忧伤 道 其实 长生对我们没有意义 一家人在一起 那些温馨的画面 那些美好的回忆 就是永恒 爸 有一天你会忘记我们吗 我们会在你漫长的生命记忆中 渐渐褪色吗 永远不会 你们是我最亲近的人 在我眼中 过去 现在 未来 都不会变 王轩将手放在他的肩头 看着女儿伤感 他心绪难平 在他眼中 他们三个仿佛还是活跃的少年 还是压血雨的孩子 可是眼前的他们都老了 我会一直陪着你们 王轩说道 王爷的最小的孩子 最喜欢冒险 倒是很想去超凡大宇宙去看一看 但是差点被他父亲打断双腿 你不练就术 不是修行者 你过去为妖怪吗 还不够洪荒猛禽一口吞呢 即便你落入科技星球 你想被机械族 被那些机械兽 一爪子拍烂吗 隔壁大宇宙是超凡世界 不是隔壁的影厅 如果 古今愿意带走猎先以下的人 我想离开 刘淮安开口 他一直很坚定 王轩已经说明具体情况 如果古今明年这个时候真的出现 他准备和他好好谈一谈 我也走 老中开口尽管前方神魔符师 先学满地 但是 后面已无路 又到了他需要舍命搏杀出一个未来的时候了 师父 我和你在一起 照料你 你留下我就留下 你走我就走 青木看向陈永杰 其实 在己人中青木最显老 他应该也是时日无多了 远不如老陈 但他待陈永杰如父 随后 他去了黄宁的哲仙茶斋 金星 钟家 王轩来了 看望垂垂老矣 失去精气神的忠诚 他的状态越来越差了 你来了 要为我们送行吗 当年的小钟 如今也白发苍苍了 他看着王轩 心中浮现出当年的旧事 那些记忆都是他失去的青春年华 七日老中的书房 如今换了主人 依旧古色古香 陈列不少神话物品 但是所有医宝都归于平凡 不在神医 王轩看着老去的姐弟两人 道 你们要努力的活着 一年后或许有转机 前提是你们愿意冒险 那样做有可能会是 离开这片宇宙不久后 就立刻死在异域他乡 我们不是仙魔 列仙以下的人也能离开吗 我愿意忠诚从那张特殊的床椅上坐了起来 浑浊的老眼中有了一丝光彩 这一刻他像极了老中 王轩再次为他们注入一些超凡因子 帮他们练画 百年过去 他当初仓促兼从超凡大宇宙 收取到的神话物质已经见底了 没有多少了 那些同学 那些朋友 都被他梳理过身体 那些熟人的孩子 还有他自己的孩子 都被洗礼过 这些年 老中 清目 刘淮安 陈永杰 终究是没有踏上超凡路 哪怕王轩度被他们身上的黑暗贴心碎片超物质 努力温养多年也依旧无用 活到明年 保重 王轩离开中家 时光匆匆 四年 相同的日子到来 放眼就土外太空 密密麻麻 到处都是飞船 战舰 宛若要爆发一场星际大战 猎仙 诸神 不请自来 即便知道 前路九死一生 甚至是十死无生 他们还是决定迈出这一步 因为没有退路了 王轩带着亲故 带着生命无多的有人也来了 第667章新篇坐在轮椅上呈仙 外太空中 钢铁飞船如乌云 遮天蔽日 未走的猎仙 诸神 九成都来了 全在等待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王轩他们的飞船中有不少人 陈永杰决定离开 亲目跟随 自然更是少不了刘淮安和老钟 以及有几个机械人陪着的乐乐 乐乐也老去了 一百多岁了 还好那名机械倒是教导过他修行 他算是很有天赋的人 黄明 孔云 齐连道顾明熙等人都来了 当然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两个坐轮椅的人 钟秦和钟成姐弟两人 熬了一年 依旧顽强地活着 不过体质变差了 自己长时间站立有些吃力 老钟亲自守着坐在轮椅上的姐弟两人 当列先拜访 诸神来问消息时 看到这一幕后都目瞪口呆 各位 连一对坐在轮椅上的凡人都心智这么强大 念念想要成仙 要去搏杀出一个明朗的未来 你我曾经位列仙班 还有什么可迟疑的 当年真不该放弃啊 退缩可耻 周妖圣感叹 当年 他都做好准备了 要跨宇宙远行 但最后的时刻还是迟疑了 终究是没有迈出去那一步 听他这么说 忠诚顿时想站起来 因为这是一个大黑嘴 拿他去讲给别人听 会成为抹不去的黑历史 等会 周妖圣 什么叫做轮椅去搏杀成仙啊 你可千万别这么去解说 李天仙也进入这艘飞船拜访 又一张黑嘴出现 看到 确实很励志 我当年要有你这股冲劲 有你这样的勇气 何必等到今天后悔 忠诚无言 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他原本就熬不了一年半载了 现在坐着轮椅去寻转机 和在场的猎仙不一样 两位 适可而止 王轩开口 王道友 古今他真会来吗 可是到现在了怎么还不出现 猎仙 诸神 请我们来问一问 周妖圣神色郑重 他早先看似轻松 但其实内心无比紧张 一旦错过的话 那就真的要在数十年后尘归尘土归土了 我也不知 王轩摇头 另一艘来自新星的飞船中 坐着汪海 修善 曹清渝等人 曾和王轩一起在新星杀过妖魔 属于大幕中较为出名的后起之秀 和王轩打了招呼 表示感谢 因为 王轩特意联系过他们 告知今日有转机 略先以下的人 或许也能上路 可惜 等了很久 终究是没有等到 古今击穿大宇宙 打开天门 所有人都沉默了 他们不认为 王轩骗了他们 没有必要 都觉得古今可能在 超凡中央大世界出事了 所以未能履约 失望后 所有人都不出声 心头沉重 走不了就意味着会老死在神话纪念时代 而且大线不是很遥远 冰冷的宇宙深处 光斑点点 古今的印记出现 由远而近 像是一个生灵在优雅的脉步 不显身影 只有足印 我的本体说过 如果情况有变 他实在走不开 未能赶来 那就等下一年 各位散去吧 众人听闻后叹息 但还是有序离开了 今年不成 那就等来年 老钟赶紧帮两个后人活络筋骨 等了这么久 哭坐在这里 他怕钟晴和钟成身体吃不消 钟成精神疲惫 道 太爷爷 没事 不要紧 我不会沮丧 会坚持下去的 明年我就是躺在床上也还要来 钟晴道 太爷爷 我还熬得住 家族遗传的体质 长寿 随您 我会努力再等上一年 这姐弟两人的话语 让王轩都听得出神无言 然后 他将越来越少的超凡因子注入姐弟两人的体内 光阴如流水 超凡落幕103年到来 而再有两个月又要到和古今约定的日子了 在此期间 王轩多次去看一些故人的身体状态 无疑以钟晴和钟成二人最为虚弱 下次 古今就一定能来吗 我看不一定 在折仙茶斋 一些人小聚 谈论开启天门的事 这座茶斋都成为百年老字号了 名气非常大 各大分店每天喝茶的人都需要预约 就更不要说百年总店这里 黄明 孔云 周青黄等人也都显老了 有了丝丝白发 他们当年并不是与话登仙的人 都在逍遥游大境界 所以 神话崩灭后 他们在这个时代余下的寿远比之老中 陈永杰等人高不了多少 甚至相仿 如果古今都会被人击碎 那么超凡中央大世界未免太可怕了 我等去了连炮灰都算不上 其连到感慨 摩四也在 他的状态很不好 原本在这些人中属于天赋最强的人 但是性格要强 不接受神话消亡 以各种办法刺激肉身和精神去练功 大伤远气 满头白发 7日 王轩击杀了手持生命池的母亲 那人算是摩到这一脉的前嫌之一 而燕明成和白敬叔夫妇则击毙了摩皇 有段时间 摩四觉得别扭 很长时间没有来查设 不过后期他想通了 见见是然 这个时代大家都在争渡 摩到的老祖先去杀别人 结果却被反杀 能怪谁 特殊的年代 他能为了摩到一脉的前人 去和王轩这些朋友彻底决恋吗 他最终放下了这一段 有人放下了 但有人又拿起了 鬼僧走出普法寺 当年他说放下了 没有和古今走 今天他说自己又拿起了 要去见一见那些已经百年未见的故人 希望能进超凡中央世界去搏一搏 两个月后 大量的战船再次出现在旧土外太空 烈仙 诸神 再次来了 满怀希望 不得不说 钟家人的体质似乎真的有些特殊 老钟当年头发都快掉光了 硬是搏杀出第二事 去年 钟秦和钟成姐弟两人已经很虚弱 但是今年他们又来了 依旧是坐在轮椅上 着实吸引眼球 烈仙 诸神得息后 都在关注 然而这一年人们再次失望 甚至可以说绝望了 烈仙意识到 古今大概率出世了 百年征战 他可能战败了 在超凡中央大世界被人击毙除名 黑暗天心 上了必杀榜单 是旧时代的一门印章 古今是否也有什么前身 被人盯上了 也要销毁掉 王轩皱眉 暗自猜测 为什么这么难 想要舍命去赌 去最后一搏 都不给我们机会吗 难道错过就是永远 再也不可能重来 后悔的烈仙 有些人心太失衡 感觉人生一下子没有了光 失去了未来 古今连续两年都不见 未能履约 差不多已经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昔日的仙魔活到现在 感觉失去希望后 有些人确实绝望了 按照现在的局面来看 他们一步错 不不错 这一次 王轩将最后残余的超物质给了轻木 钟情 忠诚等状态很不好的人 百年消耗 融合的超凡因子枯竭了 谢谢 魔素也得到一点 他白发苍苍 当年的魔性少年 魔道第四代核心人物 已是老眼昏花阶段 练功伤了五脏和精神 王轩又一次闭关 希望更进一步 找到一线转机 百余年修行 他从一个凡人来到养生主七段 每一段的提升都无比很难 这已经不能完全归于大环境的问题 毕竟 代表他血肉精华的光点回归 合一 他身上旧时代的腐朽气机不断被斩去 严苛的大宇宙对他的压制没那么猛烈了 宛若在新时代浴火重生 只是这个大境界后期太难修行了 毕竟接近成仙了 一旦越过养生主九段 那就是羽化登仙时 讲在百余年间登仙 有些不现实 历史上不能说绝对没有 但有确切记载的似乎不可见 便是方宇竹作为仙道数一数二的人 也是在两百多岁才渡天节 踏上羽化登仙路 当然他保留下了肉身 看到了内井再次进来了 但是他常年累月都在捕捉那模糊的内井地 以神感接近 以超神状态去融入 前后总算有三次进入过当中 总体来说 内井地的回归还不到位呢 这一次依旧没有变化 他进入内井地中了 超物质浓郁 但是无比霸道 柔和的超凡因子稀薄到几乎等于没有 现在他的内井地已经不是如过去那般有鹅毛大雪般的超物质飘落 而是在降天火 降落雷霆 不限于五色物质 还有其他 霸道到极点 王轩在这里可以熬练肉身和精神 但是 这些物质别人适应不了 百年来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超凡104年到来 两个月后 就土外太空再次来了大批的飞船 烈仙 诸神 依旧没有放弃 第三年还是准时赶到 这一天 钟晴和钟成姐弟两人出现 艰难熬到这一天 并未放弃 这次他们是躺在特殊的床椅上而来 有大伊利亚 这么大的决心 如果是在超凡时代 何愁不成仙 有人看到他们 不禁感叹 摩四脸色煞白 坚持战力 被鬼僧搀扶着 这一天 等了很久 依旧不见动静 有些人彻底沉默了 失望后 彻底绝望 那就只剩下了心如死灰 空 半日后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阵 在那位面裂缝中传来 有巨大动静了 古今留下的印记第一时间出现 他是作为后手而留下的 是摩克下的钥匙 他仔细感应一番后 开始接引 是我的本体 他明确告知诸仙 众神 来了 终于来了 有人激动地大叫出声 灰面裂缝那里 剧烈颤动 有光透出 和古今当年留下的气息一致 我们等到了 忠诚苍老的面孔上 眼中有滚热的老泪躺出 等到了 忠情精神不济 也有泪水落下 就是坐在轮椅上 我也要去成仙 忠诚疲惫 但却大声地吼道 第668章新篇再见了故人 随正未面裂缝 间一道光透射过来 人们心间如同挂横一道彩虹 阴霾消失 沮丧 悲观 见扫而去 无论是魔寺 黄明 顾明熙这样昔日的超凡者 还是真正的仙魔 心情都大起大落 不能平静 直到现在才长出一口气 连老中 周妖圣这样心境不一般的人 也都情绪波动很大 纵然曾经未列仙般的人 以及在大结界中高高在上的众神 也都体会到了一种苦涩 心慌 机会来之不易 太难了 有那么一刻连他们都认为彻底无望了 或许 只有身在局外不想离去的人才会不受影响 王轩看向众人 这样的大悲大喜 让烈仙 诸神 都彻底放下曾经的矜持 眼中露出渴望之色 上一次 十万仙魔离去 但更多的人最后关头退缩了 改变了主意 王轩认为 这次来的人都不会放弃了 如果能离去 每一个人都会心存感激 王轩不知道是古今真的遇到了大麻烦财失约 还是在故意拿捏人心 这种火候的掌握实在是娴熟与精准 连着三年 第一年未等到 人们心中空空落落 第二年古今依旧未出现 人们无比失望 到了第三年 不久前他依旧没有身影 所有人都绝望了 那一刻 略仙 诸神 都以心如死灰 认为就要老死在这片宇宙了 在绝境中 古今竟突然出现 那一缕照耀过来 如同一抹朝霞滑过人们的心田 驱散尽黑暗 此刻 所有人都满怀希望 在一生惊天动地的规则音波中 连一扩张 接着金色纹理如同金涛拍案 打穿道路 快速冲击过来 赤古今 他在线了 许多人激动地大叫着 大悲大喜 情绪难以自意 没有让人失望 确实是古今在线 悬在通道出口那里 连着两大宇宙 他流动蒙蒙神圣光辉 黑幕盒子愈发成就了 甚至破损了 有一脚都失去了 边框已断裂 幕盒上的花纹消磨得不成样子 可以清晰地看到 有剑孔 有抚痕 有疑似可以毁灭星空的 超级战舰轰击过的痕迹 不知道经历过多少场大战 短暂的百年 他像是经历了很多个璀璨 与可怕的大时代 烙印下人间沧桑 各位 你们都来了 虽未深谈 但你们的心意 我已明了 依旧是老规矩 与化灯仙级的强者可以上路 古今发出一时波动 王轩早有预感 古今回归 不只是想带走他 大概是他身侧有三件质宝 也想带走更多的仙魔 当年 他竖起大旗 在宇宙各地召唤 最终也只是带走一部分人 还有更多的仙魔流了下来 那时他没有任何勉强 果断离去 留给所有人一个匆忙的背影 导致略仙有悔 诸神遗憾 果然 经历人士百年沉浮后 苍老了熔岩的仙魔 几乎全都上前 没有任何犹豫 尤其是最近三年来 体验到失落 失望 绝望 打磨掉了很多人的迟疑 我补充一下 战场很残酷 天地广袤 无边无近 真正探索不到边缘 我有对手 相应地有区域 我不能踏足 需要你们去对抗 你们也有相应的强大对手 此去注定九死一生 他很直接 没有隐瞒 百年而已 当年去的那批人 生者只剩下不足两成了 这个战损率 相当的恐怖 但是 他这样坦诚相告后 依旧没人退后 古今皆隐 让他们度过那片精深天地 出现在为面峡谷前 瞬间 浓郁的神话物质汹涌 此通到那里倒灌了过来 还有另一片大宇宙的 规则之光照耀 落在他们的身上 顷刻间 神魔咆哮 先到生灵顶天立地 法体暴涨 那是一群真正的先魔 一个个都在恢复实力 道衡原本很高 其中不乏顶级人物 笔尖上古猪黄等 那些苍老的生灵 那些身体勾楼的强者 那些眼神不再发亮的先魔 现在都黑发重生 眼神如闪电 全都在获得新生 这实力干剑影的效果 他们昔日的境界摆在那里 如今神话物质汹涌 将他们淹没 更有超凡世界的规则之光照耀 全部再提升 再恢复 成片成山般的先魔 当中有可以摘星卓月的神缘 有能卷裂星空的天龙 有能吞日月的洪荒一种猛情 各种生灵都显露真身 气息共振之下 山河变色 日月无光 震动了这边的大宇宙 王轩身边跟着一群固友 各位 我先去了 希望还能再聚 鬼僧开口 也远去了 至此 在这边只剩下老胡一位先魔 他这次终于来了 陪着小狐仙 带着马大宗师 自己的孙女要跨界 老胡也不会留下 但是 这件事还得谈 王轩静静地看着古今 没有主动开口 你要和我走吗 古今传音 这次只是他和王轩两人间的交流 别人听不到 王轩看向身边的人 从关系静的陈永杰 清沐等人到黄明 孔云等 再到曹清宇 修善 汪海等并肩战斗过 但却很少联系的人 他在和古今交流 过程并不是很顺利 第四围禁物品很有原则 短暂僵持 让摩四 麒连道 周诗倩等人 都一阵忐忑 终究是他们的境界太低了 当年在仙界时也还未到养生主层次 带上他们吧 尽量保住 有朝一日 我会过去 如果你还活着 未被人击溃 我会为你出战 王轩暗中和他这样约定 好 你现在就是上路 也难以在战场上有什么表现 但你身边的至宝可以跨过天门 古今开口 王轩摇头 道 他们是我的朋友 并不是我的兵器 我无权要求他们 你自己可以和他们谈 古今和他具体秘译 他什么时候上路 为他征战多少年 他答应带走猎仙以下的人 但是他坦言 即便将这些人传送到宁静区域 也无法保证他们能够活下来 片刻后 一切落定 王轩转身看向固有 扫过这些熟悉的面孔 道 迈出这一步 或许能活下去 就此进军超凡 也可能很快就死在血雨乱中 究竟怎么取舍 看你们自己 早有过决断 这些人没有退役 都准备上路 保重 将来一定还会再聚 我陈永杰也曾被人看好 注定要成佛做祖 他年超凡之巅再见 老陈走来 和王轩告别 轻木真的很老了 白发苍苍 这副面容让王轩叹息 早年时正是轻木将他戴上正轨 让他接触到各种神秘 老轻 一定要活着 他郑重地说道 好 轻木简单而直接 他要在超凡中央世界活下去 等待故人来 接着是老钟 将轮椅上的钟情和忠诚浮了起来 刘淮安老爷子跟着帮忙 一切尽在不言中 忠诚忍不住 眼泛浑浊的泪光 道 小王 王轩 我等你 谢谢你为我续命 如果我还能活着 那么将来再见 使我一定成为剑仙了 好好和你相聚 黄明 顾明熙 摩四 孔云 祁连道 周青皇 朱树 你保重 乐乐带着哭腔 他要跟着远行了 在他身边还有机械道士 等几位冰冷的金属人 你也保护好自己 王轩点头 汪海 修善 曹清宇 陈妍 周诗倩 你也走吧 万一能活下来呢 如果跨界不久就暴毙 那就自认倒霉 王轩看向远处 张启帆也来了 但是迟疑着 当年他无限接近绝世强者 是个大高手 但一直有些抗拒远行 不然的话 最早时期他可以和方宇竹 燕明成等人上路 考虑后 我确实决定要离开了 他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 都没有脱下 临时赶来 道 哎 我的新人类计划搁浅了 而另一个方向 解析与研究的药剂 又对凡人用处不大 我真是太失败了 不 你很成功 王辉说已经出成果了 你留给了他 王轩说道 主要是他的功劳 但是对普通人的效果依旧有限 张启帆摇头 和王轩最后抱了一下 就此上路 王轩 我走了 马超凡走来 皮毛都不再有光泽 他也很老了 眼中有泪珠子滚落 王轩摸向马头 道 你本是跟着我的 但我却没照顾好你 如果将来活着再相见 我带你踏进超凡中央大世界 说完这些话 他身出一纸 将近七整理出来的 妖族的各种秘点 都送进他的一石海中 别人都有传承 在这个特殊时代 也能翻阅各种典籍 只有他是也修 仅得到过老胡数月的指点 超凡落幕后 在严苛的大环境下 他就不能修术法了 临行前 王轩为他补上经文上的短板 他眼中有热泪巴哒巴哒的落下 一步三回头的离开 无音 我想你了 差了一些年 你错过了 没有等到这一天 小狐仙哭泣 发出的是兽语 他真的很伤心 乌烟着 一直是无音在照料他 此时他充满了不舍 遥望星空 似是想要看到星星 看到那个永远闭上眼睛的女子 王轩的精神领域可以共鸣 能够听懂 他暗中问古今 道 我有十几位固有 肉身还在 但精神散掉了 被我留住了念 你能复活他们吗 如果可以 我愿在原先的基础上 再多为你多征战五百年 千年也无妨 古今开口 彻底死去的人又怎么能活过来 便是救生时期 他们留下的 第669章新篇世界精进 救圣 也可称之为救神 他们留下的物件 都有些特殊能力 失落在黑天宇宙的印章有些本事 但没有复活之能 用来批住圣文的那支笔 虽名为阴阳 但也无法沟通真正死去的人 算来算去 好像有一件东西 或可以勉强扭转生死 但救圣时代就被打碎了 古今说了一些话 提及一个救时代 但是他认为即便名为长命的破碎掉的金锁再现出来 大概也改变不了什么 昔日他的福运大多都是带给生者 王轩和他暗中聊了很多 了解到不少情况 古今无法将一个真正死去的人复活回来 果然 古今很想待生命池 逍遥周上路 也喊话在外面峡谷深处闭关的遇到其 让我和你一起走 你是想让我去当你这个阵营的共主 还是想让我为你去征战 时隔多年 遇到其短暂复苏 依旧的说话不中听 脾气又臭又硬 古今顿时就不想搭理他了 明白他是个刺头 生命池吞噬黑暗天心的碎片后 自身有所净化 没有立刻拒绝 而是问古今那边的情况 比如违禁物品的占损率等 古今有些沉默 最后告诉他 追随他的违禁物品 有半数都碎掉了 我谢谢你祖上 再见 你走吧 生命池顿时就翻脸了 这样上路 赶着去投胎吗 他待在这片宇宙活得很好 还不想往生呢 古今提醒 至宝从魔力出 任何一件富有盛名的 违禁物品的崛起 都少不得征战 血与火的洗礼无比重要 你想要成长 希望一路进化下去 离不开铁蟹厮杀 生命池一点也不在乎 道 静谢不敏 我在母宇宙座 看云卷云书 静听雨打芭蕉 斜石熬游星海 引一挂星辉 也可以登陵部周山 平掉怀骨 去盘桃园 追忆盛会旧时光 这样的神游 惬意而又舒适 是我真正的追求 大逍遥 大解脱 为什么像傻子似的 和你一起去厮杀 他总结 各自的追求不同 在他眼中 打打杀杀 征战超凡中央世界的人 和违禁物品都是疯子 他愿在世外清醒 如果能够和平 安宁 谁愿意打生打死 古今说道 不再相劝 估摸着再说几句 生命池会反驳得更厉害 王轩心头沉重 在超凡中央大世界 仅百年征战而已 追随在古今身边的 至宝就碎掉了一半 实在过于可怕 他问古今 将这些故人送到宁静区域 能活下来几成 看运气吧 没准备我的对手 推演出什么 认为有爱未来 那就可能会全灭 而运气好的话 能活下来三四成吧 王轩听闻后默然 虽然那些人都有心理准备了 但现实还是显得很残酷 一路血淋淋 他连不知是否还有重逢期 然后 他快速行动起来 以生命池接引神话物质 和古今弹开后 他开始适时地薅羊毛 再见 在灿烂的霞光中 那些人都消失了 人间蒸发 没入另一片大宇宙中 短暂的时间 经过海量超凡因子的滋养 那些人离去前的变化就已经很大了 王轩驻足良久 盯着闭合的通道 蒸蒸出神 随后 他们遇到其 什么时候出关 还要再过一些年 我决定 不想和第一杀战图融合归一 我想摩克并全面解析 与吸收这种至高纹理 接着王轩就是重提 再次谈及混沌动的问题 你可以 凡人不行 除非 王轩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 随后离去 早先那些密密麻麻的飞船 猎仙 诸神都有交代 由人开走了 整片外太空都安静了下来 没有了人气 在归程中 只有机械小熊陪着王轩 他选择留下 将来和他一路同行 因为他有火种碎片 无惧岁月的侵蚀 他已经重新走上超返路 今日 王轩和古今聊时 也问过的火种的问题 在无法追溯的旧时代 他竟属于一个机械生物 这让王轩私存 那的是多么强大的生灵 他留下的火种碎片 依旧能在枯竭的大宇宙中 让机械族通灵 可以修行 回到旧土后 王轩觉得 整片世界都仿佛寂静了 哪怕是走在繁华的安城大街上 人来人往 可是 他依旧有种孤独感 认识的人 同时代的人 死的死 离去的离去 当天 他陪着赵青汉逛街 他们选了最喜欢的食物 又去看了一场电影 沿着熟悉的路 看着熟悉的景 又一起去了青木的庄园 一片寂静 你不该留下来 应该和他们一起走 其实我不想让你看到我不在年轻时的样子 更不想让你在将来看着我闭上眼睛离开 不用徒增伤感 赵青汉开口 还要说些什么 王轩摇头 道 青汉 不要说这些话 相信我 还有将来呢 未来我们也会在一起 会有路可以一直走下去 接下里的几日 王轩也和三个子女仔细的谈过 认真的询问过他们 王轩开口 爸 我知道 你不想看到我们衰老 再想各种办法 但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觉得长生一定美好 我觉得人生的圆满和年龄的大小没有关系 您认为我不幸福吗 我很满足 自幼年开始 你就带着我们体验了劣先的生活 母亲更是尽所能的给予了我们太多的关怀 在我看来 这样的幸福生活 走到圆满结束 就是永恒 更金贵过长生 这时间我来了 我体悟了 我幸福了 我走了 就是这样 一切都因自然落幕 与其艰难的厮杀 雪拼 再抑郁痛苦的挣扎 久死一生的熬下去 我不认为我们的选择有错误 我就是个凡人 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他看着王轩 接着道 我知道 您觉得是为我好 想把我带在身边 在您的眼中 我还是那个需要保护的小女孩 我也很清楚 您爱我 我感激感动 但是 爸 你想过没有 想尽办法 把我带上路 你可能追求到了心灵上的一份安宁 觉得尽了父爱 可是我呢 我也会想念我的子女 难道也要带上他们吗 而他们也会不舍自己的子女 这样无穷无尽 您照顾得过来吗 人生的意义 不是以长生来论厚度和高度 更不是以此来评判幸福和圆满 我该离开世界时 那就是圆满如意识 爸爸 女儿长大了 王轩心情沉重地说道 女儿看得开 看得透彻 但是她却放不下 王兴抱着她的手臂 轻声道 爸 还说什么长大 我都老去了 我知道我会成为你心中永不褪色的那个明灿的少女 日时光流转 岁月消逝 无论多少年后 无论到了哪个时代 你都会记得我 其实 我也不会忘记你 在我心中就是永远 走上修行路 一直能在这种严酷的大环境下修行的王轩 和三个子女交流沟通后 却反被他们开导 但是 她真的放不下 这次她又从未面裂缝带回来不少柔和的超凡因子 想要他们活得更长久 岁月如梭 匆匆间 又是十几年过去了 超凡落幕120年了 这一年 王轩已经142岁 赵青汉141岁 王业和王兴105岁 王辉101岁 当年 王轩破入养生主九段 他以一个无比惊人的速度在前行 典籍中含有记载 如果是寻常的养生主 现在就该需要认真积淀了 等待杜杰那一天到来 与话登仙 但是 他的养生主道路显然不可能止步于九段 内景地 是配合羽化登仙蜕变时全面回归吗 他轻语 假一刻 他的原神远去 进入命土后的世界 来到色彩斑斓的超凡源头世界 在一片紫色的汪洋中找到养生的逍遥周 和他聊了很久很久 在接下来的时光中 王轩出入不周山 行走在广寒宫 沉眠于瑶池 他在修行 也在适时的放缓脚步 欣赏沿途中的景 每一次 他都会带着赵青汉 不再分开 有时候也会带上三个子女 又十一年春暖花开时 万物复苏 草木抽芽 绿柳摇曳在河畔 可惜 盘桃桃源中 所有古树都并奄奄 叶子搭拉着 上百年再无桃花开 王轩离开摇池 来到最高等精神世界的天外 任雷霆冲击肉身 洗礼精神 当然他只实力身在边缘区域 他的境界还不够 无法凭肉身涉足 横渡进去 赵青汉坐在不远处的生命池上 拖着下巴 静静地看着他 突然坚决地有些好笑 一家人最后竟是他的执念最深 似乎永不能释怀 以肉身来到最高等精神世界对抗雷结 既是锻炼 也是在折腾他自己 超凡落幕123年 王轩一家人坐在生命池上 漂浮在浩瀚星空中 一边小隐 一边欣赏灿烂的星河 固然 一艘飞船由远而近 应该是前往旧土的飞船 不知为何偏离了航线 竟向他们而来 王轩站起 立身在星空中 盯着这艘飞船 他很快就停了下来 悬浮在不远处 安静地过了片刻 舱门打开 从里面走出两个人 一如当年 两人消失70多年 却依旧是印象中的样子 不曾变化 他们看着王轩 又看向生命之间的赵青汉他们 一时间心灰洒落 宁静无声 第670章新片 其人父母 爷爷 奶奶 王新教道 时隔多年后 简直难以想象 还能再次见到自己的爷爷奶奶 当初 在他们三个先后结婚成家后 王泽胜和江云在一次远行后就消失了 他们找了很久 可是 最疼爱他们的爷爷奶奶再也没有出现 从此也无音讯 70多年过去 他们两人容貌未改 还是原来的样子 而王爷 王新 王辉 却已是垂垂老矣 惊空下 两人走出飞船 在冰冷的宇宙中迈步 这绝对不是常人的表现 王轩和赵青汉谈道国 猜测他们两个大概是其人 但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展现超凡手段 爸 妈 赵青汉喊道 王爷 王新 王辉发呆 当年他们焦急 伤心 发动各种力量 寻找两人多年都没有结果 现在 不用任何解释 他们三人也都明白了 爷爷奶奶不是普通人 是在这个时代还能修行的一人 好孩子 王泽胜和江云来到近前 在星空中重逢 看到当年轻艳的赵青汉老去 看到孙儿孙女白发如霜 他们两个也真情流露 眼底深处更是有些感伤 江云拉着赵青汉的手 为他度超物质 见不得儿女这样 看着赵青汉 看着王新他们三人 都失去了青春年华 他似乎想到了久远的往事 似曾相识 经历过这些 宇宙中 星光如水 格外的宁静 他们都没有想到 在此时此地重逢 爸 妈 王轩打破宁静 最后 他们一家人重返飞船 有太多的话想说 飞船在无垠的深空中漂浮 王泽胜为王爷和王辉梳理金骨 查看他们的身体状态 轻声叹息 一别多年 连两个孙儿都这么苍老了 这是他最不愿经历的轮回爷爷 你们失其人 王爷虽然百余岁了 平日成熟稳重 但是现在也公动起各种回忆 他想到过去 早年恋就数时 王泽胜偶尔也会提点他 告诉他不要太激烈 循序渐进 那时还觉得爷爷直懂养生 再乱指挥 现在看来是他自己错的离谱 爷爷 这些年我很想你们 王辉眼睛发色 虽然年龄大了 但他依旧很感性 还是还提时 就怕父母哥哥姐姐爷爷奶奶 比他年龄大 而先他离去 那时王泽胜非常宠他 都三四岁了 还将他背在后背上 其人 也无出奇之处 爷爷也想你们 王泽胜说到 江云在帮照清汉和王新梳理身体 查看他们的具体情况 伸索眉头 他体内腾起瑞霞 没入两人身体中 王新大感意外 有王轩这样的父亲 对于猎仙诸神的近况 他怎么会不知道 无比的了解 在这个时代 几乎没有人能修行了 而在他们家中 除了父亲外 连爷爷奶奶也这么异常 爸 妈 这些年你们去了哪里 王轩问道 他知道两人远行 一定有原因 正在时间 我们也是再度啊 去解决身上的一些问题 同时去看看 有没有对头复苏 王泽胜说到 将对于浩瀚的星空 家国 文明火光 旧土 都不过是深空中的 一粒尘埃 过于渺小 纵然是其人 也在争渡 其实 最为重要的是 他们看到孙二 被都先后成家 这样的圆满 觉得该离去了 不想亲眼看到风华正茂的后人 一个个渐渐老去 死去 很明显 他们经历了太多 很久以前 就面对过这样的生离死别 哪怕是其人也有无历史 王轩所面对的事 他们都曾面对过 话匣子打开后 那就收不住了 他们之间原本就没有一点生分 不管王泽胜和江云是不是其人 在王轩 赵清汉和三个孩子眼中都是亲人 爸 妈 你们还有对手 解决掉麻烦了吗 赵清汉问道 和王轩在一起这么多年 自然明白其人的对头意味着什么 一定极尽可怕 当年 他就和王轩猜测过 王泽胜和江云这样低调 偶尔远行 也或许有敌人 王泽胜道 问题不是很大 最终我们寻到了 发现了遇到话不够好的部分残骨留下 对头这次复苏的很不好 即便不死 接下来的千百年也得作为普通人折服着 到了现在 他们没有隐瞒 江能说的直接讲了出来 他们的对头虽然层次极高 但问题不大 爷爷 这些年你们身上有什么问题 到底去了哪里 王辉问道 王泽胜回应了最小的孙儿 道 问题很多 我们强大时 能发挥出巅峰状态时的所有手段 衰弱时不如地先 波峰和波骨的到来不可控 爷爷身上有的骨头没有长好 要去磨 要去锤炼 这些年去了无法之地 在那里熬 虽然不止一次面对亲人的生老病死 渐渐适应 但是他们两人算了下时间后 还是忍不住回来了 想看一看王轩 赵青汉和他们的孩子 多年的养心 猎神 也挡不住亲情的呼唤 像是心神有感 他们登船返航 王爷和王兴 坐在近前 和自己的爷爷 奶奶相处融洽 在询问各种关于其人的事 斩情灭人性 大多都不是人类 虽有这样的怪物 但此类的根角 原本就天性薄梁 心性残忍 多出自异类 爸 妈 你们初在哪个神话时代 赵青汉问道 不认为他们只经历过这个时代 从他们提及的对头复苏等 不难想象 应该很有故事 具体什么年代 我们也说不清了 其人 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高光 并不是高高在上 江云开口 他提及 每一次复苏 他们都会遗忘很多事 随着实力提升与回归 才能渐渐想起部分旧事 太多班杂的过往 都他们的潜意识自我斩掉了 留下的都是刻骨铭心的人和记忆 伴着不愿回想的生离死别 当听到这里 王轩顿时明白 自己所面对的 父母都曾亲历 他的无力感 在父母身上肯定要数倍的放大 因为他们失去的必然更多 心中有永不褪色 常在思念的子女亲人等 王辉道 怪不得爸爸这么强 非常特殊 在无法修行的年代 都走出了自己的路 王则胜摇头 道 你们的父亲 是自己走出来的 没有得到过我们的任何帮助 争他时 我们都早已退化到凡人状态 正处在最虚弱时 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 甚至 连过往的记忆都只有一点 不然的话 我们应该不会再要孩子 王心三人听得无言 如果没有王轩出生 那也没他们三个了 他们是该庆幸爷爷奶奶 曾经退化严重吗 尤其是这一次 王则胜和江云比以往倒退 都要厉害 他们险些泯然烦人中 记忆归零 几乎就彻底融合在普通人间 无法再复苏和觉醒 所以 他们过去和王轩说 或许有些普通人就是奇人 指不定某个时刻就能觉醒 他们很确信 历史上有的奇人就是归于平凡了 在生老病死中消失 自身到死都不知道 曾有璀璨过往 这次 他们就险些这样 话去那也不对 即便爷爷奶奶的超凡力量 降低到谷底 父亲也是遗传了你们的基因 王辉说道 奇人 义人 奇异之处就是如此 衰弱时 肉身精神都倒退到起点 血肉基因回到原点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退化 而古早前 我们当初刚开始修行时 资质也只是说的过去 根本谈不上经验 是在后天竞逐中成长起来的 你们的父亲 确实没有从我们这里得到馈赠 王泽胜说道这些 提到了王轩曾经滴哥哥姐姐们 以此来举例 只是谈到逝去的子女时 他有些怅然 在追思 我有几个哥哥姐姐 王轩问道 你有三个哥哥 两个姐姐 其中两哥哥和一个姐姐 是在我们退化到最严重时 轮为凡人之际出生的 他们三个 都没有过于惊艳的修行滋质 你还有一个哥哥和姐姐 出生在神话时期 我们正处在最强盛状态时 有了他们两个 确实遗传了我们很强的天赋 他们一次赐送走自己的子女 如果记忆不受损 绝不会再要儿女了 那些遗憾与痛苦他们不想重复 王轩只是他们严重退化后的意外 我滴哥哥姐姐 没有一个活下来吗 王轩问道 将云开口 语气沉重 道 那两个修行天赋异常的孩子 其中你那个姐姐 因为一场意外而早逝 让我们心痛不已 以后但凡见到 以特殊神秘物质在皮肤上刺青 明刻至高纹理的生物 就 这种道统的生灵 若是一如过去生性歹毒的话 就直接打杀准没错 为你姐姐淘血债 这还牵扯出昔日的一桩雪仇 具体是什么样的道统 王轩问道 将云告知 不在这片宇宙 一共来过三批人 每次都不做人 先后都被我们击毙了 疑似继承了所谓的救生们的部分典籍 你那个修行天赋很高的大哥 或许活着 或许已经死了 当年没有出入了 神话纪念到来前 他和我们类别 就此远行 沿着超凡光海而去 也许死在了途中 也许成功了 强大如他们也渡不了自己的儿女 刺激救世 然后再看到眼前的赵清汉和王兴他们三个 又一阵出神 怅然 感伤 王轩知道 渡海远去的兄长肯定不是从这个神话时代走出去的 应该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我有一个跨越不同神话时代的大伯 王辉公懵 我那位兄长叫什么名字 王轩问道 在你那个姐姐死后 你的兄长为自己改名了 叫王玉胜 江云说道 我 去 是他 安静多时的生命时 不装沉默了 忍不住出声 我